好,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牛頓地理應用的題目 那這一題它雖然是99年數學A的考試題目 也就是指考的題目 但是了解指考題有助於幫助你把學測的概念再做一次熟悉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看這一題 它說假設A,B,C,D通通都是20以內的正基數 看到關鍵字的時候就要馬上圈起來 20以內耶 而且它還說是什麼? 正基數 所以就代表說20以內的正基數是多少呢? 來,我們把它寫出來 有幾個? 1、3、5、7、9、11、13、15、17、19 一共有這10個 好,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看題目 它說考慮5次整係數多像是 欸,你看整係數耶 看到整係數馬上想到牛頓喜歡整人 所以就要用牛頓定理 好,你看喔 接下來 5次整係數多像是函數P of S 欸,觀察一下 它竟然只有給你首相係數跟你的常數相 可是它卻沒有給你四次方、三次方、兩次方跟一次方 好,它卻沒有給你這四個 好,那現在第一題馬上就有P頭問 請問滿足上述條件的P of S 一共有多少個呢? 好,你看,你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一個P of S 它就只缺這四項是不知道的係數 那既然不知道 然後又跟你說ABCD這四個係數通通都是二十以內的正係數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十個可能列出來了 所以二十以內的正係數就是這十種可能 哦,所以到這邊你的感覺應該怎麼就出來了 代表ABC中每一個都有十種可能 所以答案就叫做十乘十乘十乘十 就好像你們高一下學的重複排列 最後答案就是一萬 好,所以呢 這個就是相乘乘法原理 這個是A,這個是B 這個是C,這個是B 多項式是一個東西 所以依據乘法原理的重要精神就是 依序完成,而且缺一不可 所以A乘D乘C乘D 最後就是一萬 所以一共有一萬個 那接下來第二題 他說哦,這樣求多項式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請問有多少個正數根? 你看,又看到整數了 看到要求整數根 整數就是包含在有理數 所以要求整數根相當於要求有理根 哪要求有理根? 就要用牛那個定理 你有什麼定理? 牛頓 對,所以我們就把牛頓用下去 而且更好心的 你看他現在四項位置係數通通都給你的 那你會說廢話 如果他不給我的話 那怎麼辦呢? 不給我就沒辦法算了 沒錯 來,現在我們要求出他所有的整數根 首先你先觀察一下這個方程式 我們先說牛頓定理用的時候精華就是在於前面首項係數 跟長數項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牛頓定理運用到的精髓 你看 我們說牛領根P分之Q 如果要是這個方程式的根的話 如果要是它的牛領根的話 那必定這個P要可以整出前面這個領導係數 然後這個Q必定要可以整出後面這個長數項 好,那現在重點就來了 所以既然前面也知道是1 後面也知道是2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寫出 X 它有可能的有領根就是正負1跟正負2 你說為什麼? 因為正負1就相當於正負1分之1 正負2就相當於正負1分之2 所以你看 1下面的P整除首項係數 對吧 那再來上面這個1跟2都整除長數項 不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確定這4個就是它所有可能的整數根 問題來了 現在它不是叫你求可能 它叫你求確切的整數根 好,那確切的怎麼辦? 你如果寫到這裡就交卷了 那你就會被扣部分的分出 因為這不是最後的答案 你看,接下來你來觀察一下這個方程式 你看到什麼? 上一個影片 跟的基本性質有講過 如果你想要使用牛頓定理 或是你以後看到一個多項式函數 多項式方程式 你一定一定要有感覺 如果你想求可能跟 你一定要觀察出這個方程式裡面到底有個蹊跷 還記不記得上一次影片講的那個rap 係數接正無正根 係數正無相接無負根 長數相不為零 無零根 等等的 一共有五個 那現在這個用到的是什麼? 係數接正 無正根 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大膽地說 喔! 這個正是錯的 這個正也錯了 所以 可能的有理根 就是負一或負二 還是能零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負一 它是錯的 你怎麼知道它是錯的? 啊!帶進去啊! 我們說過了吧 如果這個根 是這個方程式的整數根的話 那我把這個根 帶入這個方程式 必須滿足等於零 所以 你就檢查 你去檢查 F-1 假設這個是超程式 這個假設設它是F-1 有沒有等於零 F-2 有沒有等於零 有沒有等於零 結果你發現 兩者在錄之後 F-1 不等於零 F-2 確等於零 所以最後確定 這個方程式所有的整數根 就是 正二 F-2 這就是本題的答案 所以 請各位 以後看到方程式 一定要有感覺 然後再搭配 N的基本性質 去做解體 好 這個我們就講解到這裡 就請你拍下 1 2 3 3 5 6 6 感谢观看